你不要太伤心了 雨珊 谢谢 雨珊 你请到假了吗 你就那么想 跟我一起去旅行啊 当然了 我想这一辈子都陪你旅行 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心疼你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这是我妈做的家常菜 快尝尝吧 你妈是做什么的啊 高级厨师 普通的家庭主妇罢了 可是贤妻良母行得有 陈奕 你想去我爸的公司 做什么工作呀 什么 你爸的公司 你不是故儿吗 你要跟我实话实说 我才好帮你进末尉集团 不是吗 雨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放心吧 你对我那么好 你放心吧 我要是回去跟我爸 美言几句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你说 你是想当企划部经理 还是想当总裁助理 那就企划部经理吧 哎哟 医生 你来干吗 你干什么呀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 美食是打开心灵最好的钥匙 李小夕 这现在 你的食欲已经打开了 那能不能顺道 把你心底里的窗户打开 今天我说的话 你说的那个名人是你自己吧 我已经在尽力掩饰自己了 可是还是藏不住 我作为名人身上的光彩 你不用那么费尽心思说笑话了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好吧 言归正传 小夕 如你所料 我父母的反弹很大 不过我认为这很正常 因为就像你需要时间一样 他们也需要时间 但是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想 你也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吧 所以呢 我费尽的心思 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绞尽了脑汁 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 你跟我一起去纽约 咱们俩先不提订婚和结婚的事情 现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培养你对我的自信心 我想最多也就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吧 如果到那个时候 你还是觉得我江一斌 这个人不怎么样 你想回来的话 我绝对不会勉强你 这个在你看来 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很有可能会浪费六个月 可是 为了不让自己以后留下遗憾 我觉得你值得一搏 至于学业方面 你可以延期去毕业 或者 在美国 你如果跟我相处好的话 找一所大学 继续学法律系 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 你看看 那 第二个办法 就是我留下不走 我可以等你 一年两年三年 几年都可以 在你这儿 我绝对没有有效期 你留下不走 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还像以前一样啊 可以陪你学习 每天接你上下学 也可以帮你找一些 考试的资料 给你打打下手 李小夕 我跟你说 我以前 可绝对不是这种纯情男 我是为了你 才这样做的 不过 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我可能天生就是 应该为了你 做些事情的 那你爸爸妈妈那边 怎么办 我先给你时间 等你完全信任我了 愿意嫁给我了 我就带着你 到我爸爸妈妈身边 我要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江义斌 这辈子要娶的女人 你说完了吗 你选择哪个方案 我两个都不选 李小夕 两条路你都不选择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以我没有一条路 事情都通的 你要我说多少遍 我跟你说过呀 这两个方案 都不会跟我父母碰面 省得你们尴尬 这样还不可以吗 不碰面以后 就不用面对了吗 与其偷偷摸摸做贼 不如谈谈得当了断 李小夕 你的自尊心 就这么重要吗 比你的真心重要 比我还重要 如果我比喜欢自己 更喜欢你 自尊心 也许就没那么重要了 可是现在 你在我心中 还没有那样的分量 小夕 你太自私了 自私的是你吧 我们才认识多久 你就让我把你看得 比我自己更重要 可是在我心里 你比我重要 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抛弃了 我所有的自尊心 在恳求你了 你还是回美国吧 李小夕 我要继续给一鸣上课 我需要这份工作